前海案規劃 這片面積15平方公里的特區 戰略地位比美紐約和東京 貴為特區中的特區 國務院對前海是出動行優惠政策 包括合資格企業 除了享有15%的稅務優惠 香港機構更可以通過較低的門檻在前海開業 前海其中最關係香港的 是離岸人民幣業務 為香港超過8000億元的人民幣資金池 提供流動渠道 香港的銀行可以向前海企業借人民幣 前海的銀行也可以向香港的企業放大人民幣 香港的一些主權基金 可以用人民幣到前海去投資 前海的企業可以到香港來發債 用摸著到的資金再去投資前海 前海是深圳和整個中國的 創新金融熱視點 吸引了大型金融機構進駐 有分析預計 在2020年 前海的生產總值 會去到1600億元人民幣 有香港的中小型金融機構 希望爭取前海商機 可以透過前海 香港可以設立一些公司 可以做一些為國內人來香港買港股 倒過來也是可以為香港人在國內買A股 目前前海當局已經批准800多間企業註冊 當中東亞銀行在前海開設分行 註冊成本要1000萬元人民幣 有份參與前海規劃研究的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 香港國萬達認為特區開發初期 由大企業牽頭可以理解 加上分享到的政策的紅利 他建議前海當局 簡化中小企的註冊程序 方便有意發展的公司入場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李永宇報導